只為了看一眼漂亮的女老師 歐豪在電影中跑起來 圍牆 欄杆 通通不是阻礙 老師好 妳好 而在現實中 竟然也有位男子為了追女朋友 練出一身飛簷走壁的功夫 今年20歲的林維媛 來自大陸福建 因為光腳就可以跳上 近170公分的高牆 還能一步登上9層樓梯 被網友們歷稱為彈簧歌 林維媛表示 自己從小就很調皮 加上生肖鼠兔 從高二開始練習彈跳力 至今已經練了4年 而開始練習的動力 除了受到電影裡的功夫吸引 也因為想在喜歡的女孩子面前 好好表現 雖然最後還是沒追到喜歡的女生 但卻意外爆紅 擁有了大批粉絲 而有人跳起來 是為了追女朋友 有人卻是為了挑戰自我 在2017年不幸過世的 大陸知名跑酷玩家吳永寧 就曾攀爬過許多知名大廈 還被譽為天才極限運動玩家 各種高空炫技的影片 讓跑酷運動在大陸風靡一時 跑酷裡面有一句很經典的話 就叫你害怕跌倒 定義跌倒了是因為你害怕 在上海極限運動大賽 已經連續舉辦十多年 成為上海十二大國際賽事之一 每年替滑板跑酷等相關行業 帶來大約兩億多台幣的經濟效益 從青壯年到小朋友 都把整座城市當成障礙賽場地 跑酷跑出大商機 記者顏心鵬唐一拳綜合不倒